RoboMaster SE入门教学 开箱检查和整机组装步骤 RoboMaster SE开箱后的物品清单如下 在组装整机前 建议先泡发水晶弹以及连接电池与充电器 完成电池激活并充满电 安装脉轮 准备好螺丝刀并调整至较小一段 以及螺丝盒、润滑纸等 安装右旋脉轮 在右旋外轮骨和右旋内轮骨的轴孔底部 滴上润滑纸 使用脉轮装备盒带阿兹logo的一面 放入右旋外轮骨 将简正圈之下对准孔位安装至脉轮简正圈 对准右旋外轮骨的红色圆孔放入 按外轮骨的旋转方向 将脉轮滚子推入对应孔位 接着将右旋内轮骨的三角槽 对准简正支架上的左箭头 向右旋转 按压至中间箭头 确保脉轮滚子均推入轴孔内 最后锁上五颗T2螺丝 同样的操作安装左旋脉轮 使用脉轮装备盒的另一面 放入左旋外轮骨 将简正支架对准孔位 安装至脉轮简正圈 对准右旋外轮骨的红色圆孔放入 按外轮骨的旋转方向 将脉轮滚子推入对应孔位 接着将左旋内轮骨三角槽 对准简正支架上的右箭头 向左旋转按压至中间箭头 确保脉轮滚子均推入轴孔内 最后锁上五颗T2螺丝 请按以上同样操作 完成剩余两个脉轮 安装底盘 检查电池能否正常装入与弹出 安装底盘中框和底盘上盖 翻转至底部 安装固线器用于固定各连接线 锁紧T2螺丝 使用螺丝刀另一端 锁上六颗T3螺丝 对准前桥上盖和前桥壁后组合锁紧 推入底盘前侧对应孔位 装上X形轴盖 并用螺丝锁紧 打开底盘后盖 将运动控制器对准卡扣放入 再完全推入 插上电源线 使用M3A螺丝 将四块击打检测模块 分别安装至四块装甲上 将数据线连接至底盘左装甲的 击打检测模块 从底盘前侧线槽 穿过至底盘后侧的运动控制器 将装甲与底盘锁上螺丝 并整理底盘装甲连线 底盘右装甲连线 与左装甲连线操作一致 黑色线连接到黑色接口 在底盘后装甲的击打检测模块 连接数据线直头 使用装甲上的线夹 卡住线 并从底盘后盖的线槽 穿过至运动控制器 锁上螺丝 一检查 后装甲能否正常扣合 将3508i无刷电机垫条 与电机座对准口味靠紧 用三颗M3A螺丝锁紧 同样操作完成其余三个电机 安装前轮电机 先将电机线连接至 后侧运动控制器上的成色接口 锁上三颗M3A螺丝 并用底盘上的固线器 卡住连接线 再安装另一个前轮电机 成色线连接到成色接口 安装后轮电机 将电机线从底盘后侧线槽穿过 连接至运动控制器的成色接口 锁上三颗螺丝 并用底盘上的固线器 卡住连接线 同样安装另一个后轮电机 根据底盘底部的脉轮滚子方向标识 安装每个位置对应的脉轮 锁上M4A的螺丝 将数据线的直头 连接至前装甲的机打检测模块 装上缓冲胶垫 在前桥壁装上两个缓冲胶圈 再将数据线穿过前桥 连接至运动控制器 并分别用M3A和M3B的螺丝 锁紧装甲 组装云台到底盘 对准云台和底盘上的 线位安装云台模块 使用M4B螺丝锁紧 在水弹发射器下方 安装扬声器 并装置云台模块 扬声器务必安装到位 否则将影响云台较准 连线至云台侧方接口 安装智能中控 并使用12厘米数据线 连接至云台接口 安装相机 并将相机及扬声器 连线至智能中控 使用数据线连接云台接口 到运动控制器 用螺丝锁紧紧 底盘后盖 安装底盘仓盖 安装弹仓和智能电池 每次使用前 先将弹仓装满泡发的水晶弹 清除弹仓内残余的水 再安装弹仓 安装智能电池至电池舱内 以上就是整机组装步骤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